20000年10月 行政长官董建华到北京述职 期间国家主席江泽文 批评记者问他关于阴点特首的问题 但是问那问题的问题 是太简单 有时很严重 在本港引起部分人不满 重温当年的报道 10个示威者早上11点 由纜车站出发 游行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厨 他们说国家主席江泽文 昨天批评传媒的讲话 是威吓传媒的行为 江泽文无声不动 江泽文无声不动 他们又要求普选行政长官 他们把一封声明放在门口之后 又销毁江泽文的相片表示不满 而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 在一个电台节目就认为 中央领导人支持董建华连任 不算阴点 前总理当时都未听得清楚 后来又答了两句支持支持 不需要引起一些猜测 说是不是这样的问答 就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内定 阴定了董建华先生 他相信新一届行政长官 会按照《基本法》选出